好 蔡蔡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蔡 我有一次半夜來月經 突然吧 當時來得也這麼突然 然后周围的外卖都关了嘛 就买不到卫生巾 后面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叫了一个跑腿小哥 接单之后 他就给我打电话 喂 美女 你要买那个呀 我说 对 我要那个 有货吗 他说 有 你要哪个牌子 我就犹豫了两秒 小哥就开始催我了 你快点 我不能在这待太久 会被人看到 我说 那就随便吧 男生可能不知道 卫生巾会根据不同的长度和材质 起不同的名称 小哥就懵了 随便 你是要口袋模仿 贵族小翅膀 还是蜜桃安睡库呀 小哥念完 我也懵了 因为我平时自己买 也不会念出来 我就觉得卫生巾的名字 应该起得直接一点 体现功能性 你就比如说 超能吸的就可以叫 顺息全宇宙 夜用的就可以叫 都一宿 我就让小哥别管这些名称 随便给我拿两包 日用和夜用 小哥更懵了 怎么还分日用和夜用 早知道接那个桶装水的单了 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 我就怕小哥把单给取消了嘛 我就赶紧安慰他 我说 可是卫生巾轻啊 小哥没有搭理我 我明白了 他是思想负担重了 他又问我 他说 你要290厘米 还是420厘米 我说 290的 我没敢纠正他 是毫米 我的房间 都没有2米9 买回来当地毯 都放不下 2米9 能把桶装水吸走 铝箔尾也才2米 我以为选好卫生巾就没事了 没想到 不到两分钟 小哥又给我打电话了 完了 没有黑塑料袋了 我说 我也不买塑料袋啊 那不就暴露了 我不明白 就暴露什么了 就难道买卫生巾 会坐牢 买得越多 判得越重 那他买的 还是2米9的 有贵族小翅膀 他也插翅难飞了 小哥还跟我说 他说 你这一趟也挺贵的 这个跑腿费 你要不再多带一点东西 划算点 我后面想了一下 他应该就是想让我多买一点 给卫生巾打掩护 就跟他说 那你再拿两桶桶装水吧 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说 我就让他 给我带了一箱牛奶 结果送到一看 那个牛奶 都在透明的塑料袋里 那个卫生巾 在牛奶的箱子里 巧的是 牛奶的箱子上 还有三个大字 是牛奶的广告语 好吸收 其实我不理解 小哥在羞耻什么 因为十年前 就有男明星 代言过卫生巾了 我也觉得没问题嘛 男明星他 流量大嘛 这个就 这个就 但当时还挺多人骂他 这种脏钱也挣的 其实我也不理解 这怎么会是脏钱 因为他代言的是卫生巾 又不是 无卫生巾 不过我们老家 现在确实 还是会把月经 这种东西 说成是脏东西 就比如说 会说什么 金漆不能上坟 会冲撞祖先 我也不理解 因为祖先 他也不阳间 而且啊 而且如果就是 女生真的来月经的时候 阴气重的话 那职场的 那职场的阴气 会不会很重啊 就那么多女员工 来着月经 还要上班 会不会冲撞老板 为了老板的安全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修立价 我可以接受调修 决进之后再补班 讲这个段子 是因为我之前 看到过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里面就说 就是我们女生 这一辈子 来月经的时间 加起来 总共有六年半 然后如果你想要 用好一点的卫生巾呢 它大概会需要 花到五万块钱 我当时看到这种数据 我就非常的震惊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写一套段子 通过这套段子 赚够五万块 所以我和其他演员不一样啊 他们是来 追求梦想的 我是来 赚经费的 如果淘汰了 没赚够 那我就在这里呼吁一下 卫生巾卖便宜一点吧 或者也可以换一个方向 就公司可以考虑给我们女生交 五险二斤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蔡蔡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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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